美感 我们还是满足一下老乔刚才想问的那个问题 就是他想问到每位美感 怎么看美感 然后我们以这个问题结束我们的讨论 我觉得美感是一种特别 就是个体化的 这种感知层面上的一种 个人经验 我个人是觉得 它包含几个完全不同的角度 或者说层次吧 比如可能最直接的大家都觉得 肯定是视觉层面上的一些经验 因为视觉呢 好像是最直观的 能够去欣赏美的一个途径 但是我个人觉得 可能确实这个是一部分 但它绝对不是全部 视觉层面之外 还有我觉得刚才我提到的那个体感的部分 比如大家有的年轻人可能爱听摇滚 那在听到 比如某一个音效响起 或者某一个唱音响起的时候 你可能一瞬间就是身体 会有那种起鸡皮疙瘩 然后那个汗毛就一下竖起来的那个劲 我觉得那就是所谓的体感 我个人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我是在很多作品前 会产生这样的感觉的 我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应该有 但是我相信有可能你只是 还没有发觉到它 但它一定也是另外一种感知 然后除去这个体感之外呢 我认为还有一种在思维层面上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是一种 透过作品 突然体会到的一种 在思维层面上对你的重击 然后这个东西会对你 形成一种炉内的高潮作用 它会让你瞬间觉得就是 有那个 顿悟或者什么悟了的什么的快感 除去这个之外呢 然后还有就是你心理上的一种愉悦满足感 当然这个东西有可能是正向的 好的趣味 也有可能是某种恶趣味 但这个恶趣味也能让你得到一种 心理上的那种满足 或者那种知足的感觉 然后除此之外 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某种情绪上的 这种双向的这种情绪的波动 有可能是特别高的 有可能是特别low的 看到一个动静之后 你会有一个这种情绪的这种波及 然后我也觉得它不光是艺术家 或者是人有 我相信可能小动物 或者是所有的这个物质 或者是物体 可能它们都会有这种 所谓的美感经验和趣味 说美感 满足老乔 是吧 我觉得说到美感 以前我记得我 我读大学的时候 老师讲的这个的时候 我们都很反感 这不是美感 对 但是后来自己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感受 后来发现美感是综合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其实 你仔细想的话 它可能存在于生活 包括我们说的艺术 文化 包括建筑 其实你在很多方面 都会感受到它的一个 美和感觉的一种作用 但这种作用 其实是看你自己的一种认知 可能才会呈现在你的一个个人的一种形态里面去思考 它不是一个 我觉得在这儿我始终觉得美感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词 我觉得主要 那关键还是看你自己怎么样去认知它 所以这次老乔的 他这次展览 因为我看他有美感情感 还有灵感 好像是应该有三个不同的一个表达 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收藏的一个线索 但是作为参展艺术家来说的话 就是说你在作品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形态里面 其实你无时无刻你都在用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促使你作品的一个形成 这个时候的美感其实是涵盖在你所有的一种表达里面 包括你的一个技术层面 包括你的材料层面 包括你的最后作品呈现的一个状态 其实它是能够不断地去激发你提升你的一种感知力 所以我觉得刚才小元说的 我觉得我比较认同的就是每个人的一种个人的个体的一种感觉的东西还挺重要的 到你了 第一个我说 其实很惊讶就是老乔这个展览 我的名字叫美感 这个名字我觉得还挺好听的 所以我理解美感的话 最简单的是 美感它最起码是有感觉 就你凡是你对这个作品好 对很多东西 你首先作为一个个体 你就要有感觉 然后有感而发 然后你才会有基本上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出来 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有感觉 有感而发 美感 美感 我觉得这个特别复杂的事 然后就简单的说 我是觉得美感 美感 首先是不自知的 也是面向未知 也是同时我觉得 美感来自于对抗 就是当你做决定的那一刻 就是美感 其实我觉得就是 因为老乔做这个展览 我觉得这个美感 这个词我觉得 对我来说 更多的是 确实是跟收藏有关的 因为我觉得美感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鉴赏力吧 就是因为艺术里边 其实最 最难的事情 其实是一个鉴赏力 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儿 其实艺术里边 没有技术这个 技术这个东西 就是每个艺术家 不断的晋级 不断的深入 其实都是他的鉴赏力 在不断的提高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每个人对美感的认知 其实就是一个 对艺术的一个认知 就是美感就是还是一种 直观感受吧 美感是多层次的 有的作品会带给你愉悦 有的能带给你崇高 有的带给你希望 其实美感是多层次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